我們來看一下就是最近在家自學有一些 測驗可能 對於老師們來講都有一點點麻煩 那我自己用了Google表單跟漢林雲端速冊 我自己覺得漢林雲端速冊是相對來講比較好用的 所以呢 大概介紹一下怎麼用 那基本上進來雲端命題到是這裡 只要選擇這個開始賭卷 這個開始賭卷 就可以了 那呢 只要有教育雲端帳號 就用教育雲端帳號登進去就可以了 好 那登入後呢 就直接選國中 那因為我自己就理化 所以就用自然科 所以他這裡有所謂的新舊課綱 那呢 這邊呢 特別要點一下這個雲端速冊齁 所以呢 我就簡單的出一下 所以 假設我今天要出的是 浮力 液體壓力那個單元好了 更正 液體壓力那個單元好了 那液體壓力呢 大概在這裡 我們可以這麼選 那選完之後呢 他一般的 流程跟之前 的流程基本上是一樣的 所以只要下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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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一直跑就好了 吼 所以假設我今天要出個 三十三題好了 吼 找完之後呢 這裡就可以看到 他這裡有一些題目 可以讓我們去選 那看要或是不要再把它 刪除 再做調整就可以了 那他的 排列方法呢 他可以 按照 難易度去排 也可以按照 一些其他的 其他的單元去排 如果說比較大範圍的 就可以這樣子用 那呢 一般來講呢 像有所謂的素養在前 像這一種 然後這個都可以排 然後也可以按照章節 也可以隨機 那我自己是比較喜歡 按照難易度去排 所以排完之後呢 一樣就下一步 所以呢 排法呢 可能我就會在這裡 直接寫 呃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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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 咳 對不起 更正 壓力 好 所以接下來呢 這個呢 就直接讓他跑一跑就好了 所以跑完之後就可以直接 出券了 就可以直接出券 那當然他那個一開始那個雲端速冊呢就要稍微 要讓他有跑過 所以呢他跑完之後呢我們大概來看一下之前 之前 跑完的樣子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人 有一些 學生考試的狀況他的絞卷成果都會在這裡然後呢你可以把成績直接匯出到Excel